这个正常的情况就是应该这边右下角会有一个这个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理论上你就可以 直接 刚刚是从这边进嘛 所以基本上的流程一定是 先启动它 这个1嘛 启动2 然后在这个是admin3 再来就是最终 就是这个 要管理MySQL Admin就管理了 那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刚刚有设了密码 所以你这个MyAdmin点进去的话 基本上这边会出现 登录的使用的账号 使用的名称 那名称应该是什么呢 还记得吧 Rooter 有没有 密码是多少呢 1234 OK 理论上按执行 就欢迎你进到什么 进到你的MySQL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个 资料库 而且是赤福器的 而且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一个资料库的 Servor 当然这第1步你已经进来 他能做什么 其实他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举凡所有一切东西 其实都需要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资料库 不管你做任何东西 背后都要资料库 OK 那 进来 当然 这个是最终的 如果你进来之后 再来你可以新增什么 新增资料库的 所以新增资料库从这边 那可以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问题1的资料库 那编码方式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UTF 这边可以用 这个UTF8 Unical CI的这一个 那这个 通常是用这一个 记得你这个 那我的那个资料库名称我叫做什么 叫做问题2 OK那这边就输入问题2 因为我们这个范例是问题2 所以问题2 然后这个 按建立就好了 建立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会 产生一个资料库 那他的架构一定是 先资料库 资料库有点像对应到Excel的档案 里面的话呢在资料表 对应的就是Excel里面的工作表 那再来就是对应到栏位 有没有哪一些栏 比如说我们有6个栏位 那你就要在 资料表里面建有6个栏位 那再来你就可以把资料写过来 OK 所以这边有个好像一个很大的 这有点像一个什么 有点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塔吧 OK 那你那边的水可以丢过来丢过来 大家集中起来 放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建立 OK那你会发现 已经建立好问题2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问题2 那这来就建立什么 资料 库已经建好了 资料库里面可以建 非常多的资料表 所以你点这个 他会出现什么呢 哎 你要不要建立资料表啊 哎好那我要建立资料表 那资料表的名称要叫什么呢 那我看一下 我之前的 我们还是 有没有 那不过我这边是用问题2 你把它改一下 那 在这边呢 我还是要建立 那个资料表 名称 还是叫问题2好了 蓝数的话 就根据我们 现在这个 A到F 所以有6蓝 那这个6蓝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这边 一样输入一个问题2 问就是在 问题2的资料库里面 建了一个问题2的资料表 蓝数的话有6蓝 所以这边输入6就可以了 按个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他这边会出现 帮我建了一个 这个 这个资料表名称叫问题2 那底下会 空出有6个蓝位 那你就要把6个蓝位的名称 放到里面来 那我们6个蓝位的名称 分别是 编号一直到 地区 对不对 那其实最好是可以自己丢过去 不过他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用一个懒人法 1先把这边Ctrl C 然后呢做什么呢 再移到这边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 这一个蓝里面的最后一个 做什么呢 再移到第1个 编号 像我的懒人法 这样 有没有 这样子 第2蓝 这样子 第3蓝 其实比你自己打应该还快一点 不过你要特别注意 蓝位名称后面 记得不要有空白 因为那个空白 将来会影响 你那个名称如果有空白 那将来的那个 就是你的蓝位名称 也要是 什么什么的 后面有个空白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名称对不对 名称对了之后的话 第2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做 形态 所谓的形态就是 你这个 蓝位里面呢 能够放什么样的资料 那大部分应该就是 不外乎就是什么 文字嘛 不外乎就是 数字 那数字里面的话有分什么 有分 那个整数的呢 还是有小数点的 所以通常我这边编号的话 我会给 我看一下我这编号 我们是 是吗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那我就是把这边改成 文字 文字一般的话呢 用watcha好了 那 长度的话呢 我们有四个字 可不可能有五个字 可能啊 所以你干脆多一点 给他六个好了 你可以 给他多 不能给少 不然的话将会放不下 那再来的话 第2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也是文字 那这个是数字 数字 数字 文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那个 这边也一样 品名的话也是用watcha 几个字 可能多一点 五个字好了 那单价的话用什么用 数字 那比如说呢 他最多应该可以放几个字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int的话呢 最多可以到 有没有他旁边会显示出来吗 有没有 他的长度 反正你那个数字只要只能多不能少 我们用预设的好了 讲int 数量int 那个 小记 这边的话呢 用 也是用watcha 长度的话 大概顶多是两 两个字吧 我们用两个字好了 东西 你都给他两个字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直接按一个 储存就可以了 做完设定之后的话 记得把这边储存 他就会帮我把这六个栏位的 结果怎么样 帮我存在 把这边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在问题二的资料库里面 就会有一个问题二的资料表 展开来之后的话呢 也会有栏位 那有哪些栏位 这边都有 当然你也可以再重新 你如果栏数不够你也可以再新增 点击他 他会跳出来 他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目前里面是没有资料 所以不会有结果 OK 我想这地方 请各位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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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